這次5分鐘的影片教大家如何加強你對音符的敏感程度 聽我講30秒前言 很多人我發覺他彈了耐吉他 剛剛初學你說音符的敏感程度未必高 但彈了一段時間一年兩年 他對音符的敏感程度就比較低 可能連這些那麼基本的也不能數出 或者是不敏感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就有時有人說 我叫他彈東西 就像是掃掃一下 我會掃掃掃的 突然有一個話題停的 例如舉個例子是停兩拍 但他真的停不足兩拍 不是一個很準確的時間 這些情況理論上是不應該發生在 中手、老手上 就是想加強一下敏感程度 有時候看到某一個人教的數法 都不用每次看 例如有一個真人的示範 一些軟件 或者是有一個人教你去用口號來數 我覺得就比較浪費時間 不要說太多了,就直接來 靠自己數到當時某一個拍子出來 其實都是一個成功的 亦都需要知道的 如果假設是去考試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自己大劑 這個叫麥瓜 我比較適合這個字 麥瓜 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例如拍桌 它叫做麥瓜 麥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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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這裡是怎樣的呢 先說這兩根 之前我想說這個 日本有一種麥瓜 叫做直張麥瓜 直張麥瓜 直張麥瓜 這個最簡單 拍桌 它叫做直張麥瓜 直張麥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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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速度大概是70速 70速的意思是平時我看網的影片 跟開我學的人就會知道70速 就是平時慢歌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我用你的那個速度就叫做70速 或者叫80速以下 我同情 剛剛那個只不過是80速以下 大概70速的16分音符那麼快 很平常的 但你平時80速以下的數法 都經常有一些16分是存在的 留意一下 好 很多人都理解不到這個 這個抄是甚麼 它就只要看別人的示範 或者是怎樣才能做到 永遠都一定要抄別人才能做到 自己的因素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首先這個是一個八分 因此寫一個八字 這兩個一個是16分 分數越大就代表它越慢 這一個八是總數的 等於兩個16分 即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配分直張麥瓜 那究竟是甚麼呢 這兩個一定是麥瓜 這兩個一定是麥瓜 那這個是直還是張呢 是直 直 那張就不讀了 給粒點它 因為它是壓著張字 那讀出來呢 它叫做直 麥瓜 不好意思 再一次 1 2 3 4 直 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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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張字呢 有度 不過你在心裏讀了 那你就叫它直 蜜瓜 直 蜜瓜 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 這裡就應該叫做直 張 蜜定瓜 是蜜 因為它是包著瓜字 那就是直張蜜 點 瓜字就心裏讀了 那又給它一個迫 它叫做直張蜜 直張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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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不明白那個意思嗎 你這樣便會數到 喂 我真的很不期望這一天 如果跟我學幾天 我跟它說 我不期望 你初學沒辦法說 但是慢慢你一定要自己 將這幾個東西 打亂種的組合 有時有些掃法都是你面前這堆東西 打亂種 這塊這塊再搭這塊 再搭這塊 再回來這塊 你自己都不能夠數得出嗎 你自己都不能夠數得出 比較失敗 另外就是 你彈fingerstyle 現在個個拍戒手 自己說 我彈fingerstyle fingerstyle 會有音符 怎樣 你又是 永遠都要上網開示範 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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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示範 這個不懂 你是要聽別人 可能聽十次二十次 甚至三十次 你才開始有點眉目 但是呢 如果是音符上面的問題 如果是這些音符 你不應該理論上是在示範 你自己會有能力 做得好 我講了這麼久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我舉個例子 假設突然間 你搭車的時候 剛剛那四組東西 你寫四塊東西出來 可以是重複的 一二三四 這裡一塊就是一拍 一塊就是一拍 這裡四拍 下面是另外一條 你會不會立刻三十秒內 立刻做到這塊東西呢 這塊叫做 它叫做蜜瓜 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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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斬半 這塊叫做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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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做蜜瓜 直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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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完成了 好快 好 好 兩次直蜜瓜 蜜瓜 蜜瓜 直蜜瓜 直蜜瓜 蜜瓜 直蜜瓜 直蜜瓜 蜜瓜 蜜瓜 直蜜瓜 蜜瓜 這樣 真的數到 不是騙你的 最後是直張蜜瓜 好 先斬一件 對不起 先斬一件 先斬一件 1 2 4 3 它叫做直蜜瓜 直張蜜瓜 直蜜瓜 直張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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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沒有問題 如果我是掃角 我配一個C咀下去掃角 究竟這裡的落上是怎樣 這裡一定是落上的 是緊了 沒有辦法說的 是緊了 好了 這裡一定是落上的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這裡是直蜜瓜 還有一個章 章字本身應該是向上 即是上蜜瓜 現在就沒有了 上蜜瓜 上蜜瓜 就被它吃了 你當作是掃一下空氣 四下 本身是直張蜜瓜 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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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合理 因為這個是百分音符 它總共是佔兩個 即是上來那個不用 這樣就這樣 下上 而上來那個是沒有了 又或者可以掃了空氣 對 那怎樣 再重複一下 剛剛 1 2 3 4 正張 正 文瓜 正 文瓜 文瓜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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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瓜 這個也可以是某個掃法 很難說 這些掃法是你自己砌出來的 沒有說誰不認 你彈到就不認 彈不到就不認 你嫌那個人介紹給你那個 說你八搭掃法 經常說八搭掃法 問我 嫌他一門 自己設置一個出來 你彈不彈到 這樣掃出來 不是難數的 而且你不一定要有 手頭上有結他 你就可以坐車、坐地鐵、拍大腿 都一樣的 麥瓜 直 麥瓜 直 麥瓜 直張麥瓜 一樣可以的 下面 這一塊 要抄下來 你自己可以寫一些落上落上 直張麥瓜 這一塊繼續直張麥瓜 這個是 直張麥 這樣 我們快了 1 2 3 4 它叫做直 麥瓜 直張麥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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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剛剛都是用10秒99寫出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片 嚴格來的重點就是 第一 加強你最基本的8分和16分的敏感程度 敏感的意思 就是你一看下去 30秒內 你其實已經可以大力叫出拍子 已經成功了 第二點 就是 這些 向上向下的 其實是怎麼來的 怎麼決定的呢 除了網鈔 看別人的示範 誰教吉他的示範 不用的 其實你能夠自己決定到 因為無論你設定什麼 如果有些東西掃發 歐發 不好意思 掃發 掃發 的話 一定是下降的 最後 不好意思 浪費多了40秒 這塊 這塊 是一個Light Ring 即是延長了 如果你說的話 這塊是不用彈的 我寫出來 這塊是下降的 下降 即是直墨瓜 這塊是張蜜瓜 直字不用彈 因為被延長了 直 張蜜瓜 這個是張蜜瓜 那怎麼辦呢 這些延長符號 一定有的 平時彈的歌 那怎麼樣 很容易的 先說五個音符 它叫做 蜜瓜直 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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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蜜瓜 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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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歡迎的話 嘗試加強一下自己的敏感程度 而且可以學會後 學會這些落上筆記是怎樣做 好像這裡為甚麼是上 四下十六分是落上落上 那你第一下不出聲的 不用彈的 或者被延長的 就沒有第一下 不代表這一下是落的 照舊上 就是這樣 也可以自己去試一些沒那麼悶的做法 其他做法出來給自己玩 歡迎收看下次再見